HELLO 大家好我是洛洛卡 史上罪魂的 史上罪魂 真的是史上罪魂 各位 你們有誰買主機 可以回家忍超過一個禮拜 而且呢 性能是比原本這一台 還要再更高一點的 整個畫面也會再更高一點的 結果呢 居然拿著舊的主機 繼續玩了一個多禮拜呢 新的主機捨不得開機 不對啦 不是捨不得開機 其實呢 是因為想要來拍這個開箱影片 我一直想了很久 到底該怎麼樣來去呈現 我的這一台新的 Steam Deck OLED的主機 那後來想一想啦 算了 還是照我自己的步調來拍就好了 總而言之呢 今天我們就來稍微比較一下 新的Steam Deck OLED的主機 跟舊的主機到底差多少 這邊準備了一張表格 提供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Steam Deck OLED跟舊款的Steam Deck 兩個主要的差異 紅色粗體的字呢 是我有特別標起來 差異比較大的地方 不過 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 儲存空間呢 在1TB的版本 是新的OLED才會有 開賣價呢 跟舊款的Steam Deck 512GB的版本啊 是一模一樣 另外 它升級的地方啊 老實說 真的是還蠻多的 這一次的OLED版本等於是 加料 不加價 好 那接著就來進入一個開箱的橋段 首先打開來之後呢 欸 裡面還是一樣 有很多各國的文字都在上面 旁邊這裡呢 應該是變壓器 跟一些周邊的東西 其實還蠻簡單的 而且它的Steam主機啊 都會附上 呃 所謂的收納包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不錯的 就是你買回來之後呢 直接會有一個最搭配的 原廠收納包給你用 啊當然 附廠也有賣一些收納包啦 可能會提供一些更大的空間啊 或者是更好側背的方式啦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OK 那這樣子 就是它這次的主機 這裡的話是做成一個 會反射的感覺 然後它這邊的文字啊 有做上一些 橘色的元素 它的色系 其實也是呼應到這次的主機啊 它有用橘色的按鈕喔 這個算是一個蠻大的差別啦 這邊它還是一樣用一個 鎖頭的東西喔 來保證你的東西是全新的啦 上面也會寫上它的品牌名稱 OK 解鎖 這個解鎖結束呢 東西就無法復原了 好不好 背面這裡一樣有藏一個小小收納袋 這個收納袋呢 應該是一樣可以帶一些 線材啦或者是充電器之類的 跟上一代都一樣 也是藏在這個位置 我是會把變壓器放在這啦 剛好就是用這一條束帶 把它給固定在這裡 正面也不一樣的 舊的 新的 就是藍的 跟橘的 橘的就是新的 完全全新的狀態 接著打開來 開錯邊了 對不起 好 接著打開來 欸 為什麼會開錯邊了 不對啦 它這次這裡有多一個 黏的魔鬼山的位置 它讓你更小心了 這個是在舊版的包包裡面 沒有的一個差別耶 你看舊版的包包 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一拉就開 有沒有 這樣子就開了 直接你的主機就可以打開來用了 這個的提袋啊 是坐在這邊 但是它的開口是在下面 這個提袋啊 它是坐在這裡 但是它開口是坐在提袋這邊 也就是比較 反那種使用者的行為 跟習慣啦 但我覺得我自己在用是 沒有注意到這麼多啦 因為一般來說 大部分提袋應該是會坐在這 然後開口呢在下面 這個也是比較多會看到的一些收納盒的設計 光收納盒好像就差蠻多的 橘色 多一個魔鬼山 還有提袋換邊 趕快打開來看一下我們的主機喔 OLED的版本 這樣子看應該是不是感覺沒有什麼差才對吧 它的差別在這裡 有沒有 橘色的按鍵 這個就是呼應到它的外盒上呢 有橘色的一些元素 像是剛才這個包裝啊 有橘色的元素有沒有 還有在這個收納盒上面有一個橘色的元素有沒有 再再告訴我們這個就是新的 你在玩Steam Deck的時候 已經是OLED的版本了 你就要特別把這個東西喬在別人的面前給人家看 我是橘色的 我是OLED的版本 大概就是要這樣子吧 才有辦法彰顯出這種感覺 有人有人講到說 像這個上面的類比搖桿啊 也有做了一些不同的變化 觸感 跟整個按起來的感受 有點不太一樣 但這個我覺得要實際玩一小陣子啦 才比較容易可以感覺出它的一些差異 你看我們就這樣兩台比對 感覺真的是好像差不了太多 各位你們看得出來哪一台是新的 哪一台是舊的嗎 我是覺得就這樣子 我自己在看相機的螢幕 好像看不太出來 但是整個就是有新舊的差異就是了 那因為這台是新的啦 因為我知道它是橘色按鍵在這裡嘛 所以它是新的 這個橘色按鍵 唯一最大最大最大標誌 先跟大家還是簡單介紹一下好了 正面這裡的話有一塊螢幕 它的螢幕呢應該有稍微放大 然後變成OLED的面板 所以在黑的部分是可以達到真正純淨的黑 這個顏色也會更加飽和一點 這個正常來說是OLED的面板 它一個優勢 這邊有一塊Touchpad 這塊的話呢是可以做成 像滑鼠的那種移動的方式 然後呢你在按的過程啊 它也會有一些震動的回饋在上面會出現 Steam的按鍵在這裡 還有這裡也有一個功能按鍵 這裡也有一個Touchpad 兩邊的話呢有左右類比搖桿 這邊有十字鍵跟ABSY鍵 ABSY鍵呢是以歐美式的排列方式 就跟ABSY鍵是一樣的 那上面這裡也還有兩個功能鍵 比較大的一個特色 大概就是它把類比搖桿 都排列在上面 做一種對稱的方式 類比搖桿我現在這樣子再按起來 感覺上啦 它有稍微的把中間的軸 好像做得再粗一點點 中間這裡再更凹 但說實在這個東西 你用一些什麼蘑菇套啦 或者是自己DIY加工 應該都可以弄出更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差異不大 希望它不要發黏 或者不要太快發黏就好 上面這裡的話呢 則是一樣有LOR的部分 兩邊都有LOR 它的R2跟L2 是有一個漸層的設計 所以你在玩賽車 或者是一些射擊遊戲 這個基本上來說會比較好操控 這邊的話 橘色的是開關鍵 旁邊這裡是一個Type-C的充電 包含階底座也是從這個Type-C接出去 然後這邊有個超大排的散熱孔 熱機會從這邊上來 3.5mm耳機插孔 跟音量大小鍵 後面的話呢 則是有四顆 我從來沒有用過的背鍵 那這個可以自定義啦 我自己是不太習慣去使用 因為我玩遊戲呢 會常常換主機換來換去嘛 所以有的可以設定 有的不能設定 那你有的人設定兩顆 有的可以設定四顆 我大概就是會盡量用 它的原廠的設置來玩 感覺會比較容易習慣 當然如果說你是有不同的需求的話啦 這邊有四個按鍵喔 背鍵啦 就可以做自己的設定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進氣口 下方的話則是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SD卡的插槽 前面這裡還有補充一下兩個喇叭孔 這喇叭孔其實還不錯 因為坐在前面那個聲音 出來的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接著我們就來開機 看一下這次的面板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是一個橘色的點點喔 所以它整個連裡面的系統呢 也把它改成橘色的 非常的一致性 因為我們的舊的就是藍色的 那現在進入安裝狀態喔 就先把它擺在旁邊 這一組呢其實是台灣公司貨 所以在保固上面是比較OK的 因為有代理商負責嘛 當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官網直接買到台灣來的 這個可能保固的部分就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自己的話是買台灣公司貨就是了 這個是一個變壓器 這次的變壓器呢 它有做這個耶 整個品牌的LOGO在上面 兩邊都有 然後一樣是Type-C的 現境蠻粗的 其實跟塞帶的插頭啦 基本上就大同小異 裡面是一些說明書等等的喔 差不多都一樣啦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再去用它的新的變壓器 畢竟舊的變壓器就有 而且加上底座呢 它也是有附上變壓器的 接著再看一下底座的部分喔 那這個底座呢 其實我實在是有猜過 因為做了一個測試嘛 就是交叉新舊底座的測試 裡面一樣是一個小小的底座 那這底座是原廠的 它的原廠底座啊 就長得像這樣子 它的iopo主要就靠這一個 把訊號呢 丟到這個底座上來 後面這裡啊 則是有DisplayPo HDMI 還有一個Type-C 這個Type-C是接電源用的 然後還有網路接口 跟三個USB-A的接孔 那三個USB-A的接孔 其實你可以拿來接一些手把 或者是一些周邊等等的 HDMI跟DP的話 就看你的螢幕 想要給它哪一種孔位喔 再來下面的話呢 應該也是一樣 有一組插頭 這一組插頭的話呢 它就沒有上面的LOGO在 所以里程的部分 一樣有說明書 現在這兩台我都已經開機 然後登錄我自己的帳號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下面這台啦 它就是新的 所以看得出來它的畫面呢 變得非常的亮 當然這個是面板差異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的主機內的設定不一樣 所以我再來稍微調整一下 這邊呢 一樣有設定可以進去裡面看一下 然後它在系統這邊 有一個可以軟體更新 然後重新啟動 現在我們把兩台的亮度 都大約調到中間左右 因為我剛才有發現到 其實你開那個自動調整亮度的部分啊 它可能兩台的亮度 還是會偵測起來變得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桶 全部都使用差不多在中間的亮度 那我們要回到一個主畫面去看 現在這樣子呢 應該還是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這一個就是新的OLED的主機呢 它是比較亮一點的 可是各位啊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的差距就比較小了 也就是說高光時刻它可以更加亮 然後呢 這個暗的地方 可以更加的暗 暗的更加明顯 因為各位可以看 這個在暗的地方啊 其實兩台主機呢 差異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當然如果說要到OLED的全暗的話呢 它是可以黑到純粹的狀態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們兩台啦 就是一個畫面上的差異 這個是很直接的 旁邊一樣有個光在打 但是我們就很直接的 可以看得到兩台呢 在亮度上的表現上的差異 但是如果要近看啊 它的整個 解析度上的差異呢 這一塊是OLED的面板 好像就沒有差異到那麼大 然後我再直接往上移來這一台 一樣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舊的主機 它在這個文字的呈現呢 其實整個解析度啦 是還蠻接近的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改變 那你如果說再把畫面往上拉 我現在又看到一個蠻明顯的差距 就是我盡量把兩台主機 擺到對齊一點的狀態 看起來好像沒有變化 可是實際你看 這邊的黑邊跟這邊的黑邊 它差距是蠻大的 包含這邊的黑邊跟這邊的黑邊一樣 整個上下左右的黑邊 其實都在新版有做了一個改善 就是變得更小 相對就是畫面更大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這一個它其實在這個圖案上 圖示上 跟這個比較起來的話 就是這一個 真的會稍微大一點點 這個是在畫面呢 算是蠻有感的一個進步啦 差別就是畫面變大了 好像又變得更亮 然後可以更暗一點 再來就是它裡面的空間呢 從512長大到了1TB 那這個部分其實很多人都說 可以用改的 所以沒有差距到那麼大 因為他們兩個的價差幾乎是沒有 應該記得印象中啦 是一模一樣 這個相對就是變得比較便宜一點 你在入手的時候會更加超值 那另外一些操作 包含按鍵啦 包含整個機身的重量啦 一些不同的體驗啦 可能就是等我下載完遊戲之後呢 過個幾天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還是要實際上去摸啦 才會比較有感 最後我還會再把它接上底座 來試驗看看呢 我常常碰到那個底座 沒有辦法熱拔擦的感覺 到底有沒有辦法在 OLED的這台主機得到解決 或者是改善 誒一大早就在玩遊戲啊 對啊 就是一下新主機啊 然後我有發現一件蠻特別的事情 就是它的 右半邊這裡啊 玩一玩它會比較熱一點 然後左半邊這裡呢 玩一玩它還是冷冷的狀態 所以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熱源變化 正面的溫度啊 在右邊這邊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 差不多是有到34、35度左右 然後左邊這邊比較涼的地方啊 大約就是29度在跳 背面翻過來呢 左右會相反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溫度高的地方 大概接近36度 然後溫度低的地方呢 則是大概27度左右 這個溫差啦 其實左右兩邊差蠻多的 現在來一個殘酷測試 就是我一樣直接放上底座 然後電視的狀態 先給各位看一下電視的狀態 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接 所以它是沒有信號的 但是我已經把HDMI線呢 跟我的手把全部都已經接上去了 整個底座都是Standby的 那現在呢 只要把這一個 接上去之後 正常來說 輸出到電視 欸 糟糕了這樣 呵呵呵呵呵呵 結果我還是把它接完成了 但是我用了一個 蠻好笑的方式來接 現在呢 我是沒有接它的底座上的線 我先把它底座先移除掉 全部移除掉 各位一定很好奇 我怎麼把Steam Deck的畫面給弄上去的 我現在先把它拔掉 OK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的電視 OK沒有畫面了 畫面回來Steam Deck的狀態 我再把線接上去 畫面等等就來了 OK畫面到了 我現在接的啊 其實是ROGA Lite的那一組底座 就是它的插頭啦 那它的插頭呢 因為也有這個輸出HDMI的功能 我直接把它接上去 然後利用ROGA Lite的這顆頭呢 當成輸出的一個底座來使用 結果它就OK了 所以如果是觀眾講的 買副長底座可以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可以有效解決 可能這個底座的韌體 需要再改一下 因為它是可以更新韌體的 原廠看到的話要記得 這個真的 我們再說出 有問題啊 好 總算是搞定了 而且順便找到了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稍微體驗了一下 首先螢幕變大 我是覺得 有啦 有那麼一點感覺 可是說實在的 我多玩一點呢 只要不把兩台主機拿起來比較的話 感覺真的沒有差到很多 那按鍵的部分 反而是它差比較多的地方 因為這個類比搖桿啊 你在按的時候 凹槽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我們的拇指啊 剛好會比較深一點的 卡在這個溝槽裡面 再推起來呢 我覺得會減少那個失誤率 整個我覺得玩起來啊 它的續航力是真的還不錯 而且加上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很喜歡玩一些 ROG遊戲 橫向卷軸的遊戲 整個續航真的是 可以有一個超級漂亮的表現 最後就是 我覺得關於那個底座的部分啊 真的是希望原廠 可能要再調整一下它的韌體 因為這次這樣試玩之後 好像在OLED 它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舊款的Steam Deck 我個人猜測 應該是沒有問題才對 主要就是在那個底座的部分 所以啊 如果你是買副長底座的 應該是沒有什麼狀況才對 總之抓到一些 小小的BUG一些原因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有A-Line嘛 我本身也有Steam Deck 所以兩台主機這樣子在交錯之下 我只要用一組的底座就可以了 或者說是再買一個更好的底座來用 也是OK的 那這個部分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是要入手Steam Deck的啦 當然建議喔 買新不買舊 可是它的舊的廠商一定也知道 會比較不容易賣掉 所以呢 有一個降價的優惠措施 真的是口袋稍微的淺一點點 你有想要玩一下的話 舊版的也沒有差距到那麼的大 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的話 就依照這兩個方向去參考就好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